好 又再開始我們的第三條片 第三條片這次講回我的老友Vigo 邱阿葵 他真的多了新聞 突然看到這個報紙說 邱阿葵的情況很不行 因為為什麼 他任CEO的董事總經理 新如國際中藝製作有行公司 其實他是老闆來的 JV Entertainment Productions Limited 他自己的公司被清盤情情 要求清盤 大件事 因為他搞了這個制服公司很多年 我在TVB出來幾多年 我八六年出來 應該差不多四十年 三十幾年 他搞這間公司 他除了跟別人合作幾年 應該這間公司已經接近三十年了 幾誇張 三十年公司 輸 現在被清盤了 好了 Vigo 邱阿葵 叫做Vigo 他沒有派代表 也沒有派律師去應訊 作出一個非常放棄的姿態 我不要兩間公司 你告我 我也沒有辦法 你記住 我們繼續講講資料 不找律師 又不去出席 即是說 接受清盤的裁決 在2021年有報道 就說 這個優惠給大眾銀行 入稟高院追討欠款 2021年 是甚麼事發生 就是COVID-19的高潮 即是說 很久 這個製作公司都沒有工作 沒有發展 沒有收入 那當然是大件事 我相信他應該就是 在搞演場會裏面 資金就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但我所理解他 其實他旗下公司很少人 但你租金照交 是不是 他家樓是不用供的 他家樓是 我不是說過 他是沙田裏面那些 鄉新的後裔 所以他是兒子 可以分到屋子 居住這些東西 所以 其實我都說過 以前 鬼鬼羨慕他 但你也好 不用 Sorry 不用走好像我們這樣捱 走去供樓 他不用 他有三層樓 哇 多開心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 大家朋友 成鬼一羨慕他 你這傢伙真是發達 好 實際上 應該現在 不知道 2021年 他被大宗銀行 說要追討欠款 當時他們雙方有物業的 擔保協議 邱阿葵 要交出沙田抵押的物業 是不是現在 就已經去到 要收了一間樓 珠儀署的東西 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以我所理解 他是他唯一的物業 他就沒有其他物業 以前他跟我說過 很難做的演唱會 為什麼 他就說 大哥 你要先給長館的費用 要先給Deposit 是不是 有很多錢 你總要先給 歌星你又要給Deposit 然後 如果你不準時給他 他就很不開心 下次未必再找你合作 所以 資本的運動 運用 你要非常大 龐大 他絕對不是一個財團 他是自己人 他一直都沒有財團 去跟他合作 之前有 人家要做事 他不喜歡 於是他自己做 自己做的話 他做到的 過去在好事的時候做到 他需要什麼呢 他經常都是說 要找一些銀行 財務公司來借錢 那他是靠 我想他用自己的房子 去抵押 那間房子就不停地 因為他不用本 拿出來 所以容易一些 所以一直就是 用那間房子去抵押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那間房子 都不會是很誇張的價錢 所以 但是都撐住了那間公司的營運 但是你就背著很多利息 就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相信是這樣的 好了 那結果這次就出現了 這個搞不定 那我相信跟COVID-19有關 一會兒再詳細一點說 那這個說 因為他是六十五歲 咦 六十五歲比我 我年輕一點 那他跟四十三歲的 中年好聲音的龍亭 爆出緋聞 之前大家都看過了一大堆的事情 又被人拍到 結半看戲 撐桌腳 他這樣諸如此類的事情 那Vigo在事後強調 我和他清白 見面為了工作 那些事情 然後又見到車廂 親吻 然後又朋友的Hello Kiss 當然每一個人的演繹不同 就是每一個人都說 哎呀明白啊 你這傢伙就出軌了 就是很多女兒 那些事情 那我就認為不是 那些人就說 你這傢伙有沒有搞錯啊 你要維護你的好朋友 那些事情 每一個人認識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 那我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那我只是把我理解的 說出來的 那我都說 如果他是我其他朋友 我就絕對不會這樣說 那些事情 那好啦 但是當然 他收了他的Facebook 那些事情 那我就覺得 我後來就說 喂你這樣就不行了 你這樣呢 就是無私顯見私 那我反過來 我覺得你和他有事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剪掉所有的事情 但是又反過來 現在剪掉所有的事情 原來他另外還有一些問題 出現 就是經濟的問題 那就是很大的問題 總之運到很亂很亂 那樣是 究竟怎樣呢 不知道 但是總之呢 就是這件事情 就這樣發生了 那我們要繼續去 和大家去交代一下 究竟呢 就是說一下 現在這個樂壇 這個做演唱會 這個歌手 情況究竟 究竟 龍亭又怎樣 邱阿葵又怎樣 於是有很多情況出現了 好了 那就可以這條片 和大家去 講清講錯了 那邱阿葵呢 就強調自己沒事了 哎呀 你得你而已 我都沒事 那接著呢 就繼續去參加一些 日本的女團 表演跳舞 那樣的事情 那又不接受訪問 那樣的事情 那樣的事情 他都認識的 他這行出身的 那又不認識這些事情 那龍亭一直 就沒有什麼去露面 那有些網民就暗示 他六年前呢 和他前的丈夫呢 和兒子 住在這個沙基灣 那樣的 沒有人知道 這些事情 但是我也聽過 龍亭是住在沙基灣 這個這樣的消息 我是聽過的 好了 那就有關 首先講一講 TVB 因為TVB之前就說 沒有什麼 我們不會雪藏龍亭的 你沒有什麼 那我相信他 啊 誰知道 他爬巴掌裏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著 就被人暴徒了 喂 其實你是雪了他 哎呀 有空要打給何小韋 你怎樣啊 你玩東西啊 你是不是 又說不雪 又說雪 那想怎樣啊 你不是 不是 實際上你又抽起了別人 那麼 可能是短期啦 哎呀 那不算了啦 那不理他了 那 那 那 龍亭就說 喂 我那個緋聞啊 其實沒事啊 拍攝的劇 多麼萌啊 沒事啊 其實我們大家是朋友 這樣 這個是他們兩個自己的 就是解釋 那 那 那你信不信啊 對我來說 我已經講了我的意見 這樣 好了 因為這個 龍亭啊 大家認為 哇 你的形象受損嘛 你還不喜歡他 於是乎呢 原本他應該八月十日出席的 聲光一一要保良的記者招待會 哦 宣佈沒有他演出啦 喂 已經沒有了 官網裡面也都刪除了他的名字 很明顯呢 就是說 喂 雪你呢 不要你了 龍亭 拜拜呢 就是說 他們高層研究過 那 那聊一聊都是 喂 不要搞了 這個龍亭無謂這樣 是啊 節目監製員是何小衛 是不是 小衛你還在做 小衛和Vigo 比我和Vigo還熟過 是不是 那確認龍亭 就不會演出這個保良素 然後打給小衛 喂 喂 究竟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 他不能夠代表TV 當然是說 哎呀 根據這個程序 我們現在已經是調轉了 將你的歌聲調轉了 所以就沒有了他了 就是諸如此類的 實際上就是說 老實說 龍亭 在香港已經失去了 暫時 失去了TVB這個舞台 究竟對龍亭有沒有影響呢 一會兒會再說 好了 首先呢 因為這件事 是說Vigo的制約公司 死了 將會被清盤 現在很嚴重 是會在這個情況出現 好了 現在 首先呢 就要說一下 做演唱會有什麼問題 可能大家就沒有接觸過這個行業 那我可以大致 上次我大致都說了 八成的收入是給了個歌聲 是只有最後那兩成 那個演唱會公司才能賺 這個就是那個 行規大致是這樣計數 所以不容易去經營的 就是你不要想著做演唱會 可以賺到大錢 很難很難的 那我之前說過了 Vigo曾經做過許冠傑 那他中過 後來就給另一位制約人 拿了去 所以 Sam沒有跟他合作了 那他那段時間 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 賺到錢 諸如此類的 好了 那 其實做演唱會 你說 很保障 我簽個歌手出來 不租 租場 然後租賣票 做到賣不到票 不租才虧錢 如果賣到票 就沒問題 那 並不是一定錢 首先呢 你要去 你要記住 所有錢是你戰士 包括你給訂金 就是訂了一場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 好了 如果你給了訂金 那個歌手 突然間有問題 譬如說 他有病 那就麻煩了 因為為什麼 長達訂了 是不是 歌手不會賠錢給你 他最多說 日後我和你唱 這樣 如果退回訂金給你 已經是極少極少的情況 好了 就算他退回訂金給你 給你訂一場 或者找了其他人去幫忙 那些 一毛錢沒得收回 所以這裡一樣是有個風險的 你要知道 搞演唱會 譬如說你找一些 音樂領班 那樣 你給我搞定 什麼什麼 我預了這個期給你 你可能給他訂金 對不對 包括另外還有 跳舞 那你要找這些人 那你於是乎 大哥 我要你這個期 譬如說 10月10日 10月20日 你給我 那樣的東西 那之前你要彩排什麼 那些東西 你傾了別人給你一個檔期 你就要給你訂金 那所以呢 Vigo去經營這個 演唱會 同樣會面對這件事 樂隊 Dancer 和Book的場地 這一堆都是要 現金的 去營運的 好啦 如果你有一個的歌聲 真的 譬如說 突然間病 那這樣就沒有了 你一批錢 可能會 澳少沒有了 而那個歌手 不會賠償給你 那就是很大的問題 你也沒有保險買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好啦 也有可能 突然間那個歌手 說我不唱 又會這個情況 但是 你又不知道究竟 什麼時候發生 譬如說 我先簽了 才去做那些事情 不一定可以的 喂 那個期間可能很多人 要有 不同的工作做 你要預先預先 所以又有可能 你在那裡虧了錢 當然場地 這個最嚴重的問題 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你看到 沒有風險的生意 其實背後 都一樣有風險 因為 演出的人 不是你 是那個歌手 那個歌手 有什麼冬瓜豆腐 你就糟糕了 完全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做演唱會 這個是一個不大不少的風險 來的 你不是賺那麼多 你一次過 受到損失 你就會很傷害 當然 Vigo都做過很多的大戲 什麼的 情況都一樣 你要去 Take care 那個 就是大老官 諸如此的事情 不是容易的 麻煩煩的 你又辛苦又盛 就是 每一場的人數又不多 你是做很多很多場 才賺到少少的錢 但是你的資金 又會賺很多下去 在那個市場上 所以不容易的 這一樣東西都是 那 這個的情況 就是一般 就是在正常情況 好啦 但是到了近年 經濟差些 尤其是Covid的時候 出現什麼問題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中有一個錢 沒有了 什麼呢 就是 贊助商的補貼 你發現了 咦 死了 突然間某些唱片 就是某些 好像之前 其實李隆基都講過 就是他當然 我認為他是一個藉口 他說 哎呀 找不到贊助商 這樣 不會這樣的 是之前找的 很老實 找不到贊助商 你又怎麼會宣傳呢 對不對 你怎麼會推廣呢 你不會的這樣 好啦 你找到贊助商 但是對方又可能會跟你聊一下合約 一直賴賴賴賴賴賴賴 到最後玩完 那你現在 Vigo 他是做這個演唱會 他贊助商給了很大的錢 或者他贊同蝕在這個錢裡 嘩 你找不到 你知道 近年 所有廣告 都不再是 搞演唱會 什麼什麼 不是這麼重要 為什麼呢 做網上的廣告 我多謝一定點 我喜歡做奶茶的 發放給一些 會找奶茶的資料的人 在Google裡面 有些資料 於是乎 那個Google的廣告 不需要再去去 什麼演唱會 什麼贊助 不需要這樣 這樣已經是有一個影響了 因為整個的商業模式在改變 那麼 Vigo其實去做這個演唱會 他用這一種的贊助商去 令他可以有一個其他手品 已經不是很work了 所以呢 令到他自己去做這件事 很艱難 所以你記住了 以前就是賣票 和這個演唱會的贊助 是兩個很重要的收入來的 現在贊助 就算有 都會跌得很厲害 比便宜一點 很便宜 就是以前的四分一 或者八分一的價錢 哇 慘了 那你的收入就少了 你怎麼可以賺回那塊錢呢 很難 因為為什麼呢 非就是這樣的 你不是你定的價錢 因為為什麼呢 每一個歌手 他都要看一下 上次哪個張學友都是這樣 不管 不夠張學友來 那你怎麼樣 你各富城就差不多了 如此類的事情 所以呢 你定這個價錢 都是不容易的 那另外一件事 都挺坎坷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數碼的出現 這個世界全都變成數碼 於是乎 以前的唱片的模式 生意不同了 為什麼呢 以前你做一個歌手出來 做一個歌手不是一隻 Sorry 亂說 說錯了 不是一隻 是一個 做一個歌手出來 其實是困難的 很老實 但是你以前呢 就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你都可以透過其他 就是 就是 一些 唱片啊 去買賣 這樣 你就收回一些錢 但是現在呢 就難了 一會兒又再講這個故事 首先是說 這個Vigo 他這個 就是 給銀行清盤 證明在一個樂壇上面 很難做的了 連資深的這些製作人 都撐不到下去 之前當然是有COVID-19的打擊 我之前也講過了 他沒有自己的歌手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有了自己的歌手 他又 你又賺了經紀人費用 譬如說你簽他 就是 李錄他四 那樣 那你就投資在他身上 那樣 那很多歌手都肯是新人 那如果你捉得紅他的話 那你就可以當他是搖前樹 那樣 不停在身上賺錢 那樣 那當然了 那JAM的紅到這樣 他會給你翻臉 他不承認那張合作 因為他的主要有市場 在國內 你能推到他的帳 那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會出現 那他以前也跟我說過 他就 可以順利運運下去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他要抵押貸款 就拿到銀行的錢 這樣去營運的 所以呢 在資金上面 是不容易去搞到出來的 那 其實這個數碼的年代 當然剛才也講過了 就是對他們的打擊很重要 怎麼樣呢 是因為他們 握殺了很多歌手的專家 你沒有歌手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說 就很難去搞這個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數碼時代 就以前 比如說你做一個新歌手 那你投資 比如說你少側幾十萬 那樣 就是做一些歌 那樣十首的大哥 每首歌幾萬元 真的很便宜的 做出來的Quality 不是那麼好 那些人就聽得到出來的 好啦 那你還做宣傳推廣 送點點 去求電台 電視台 幫你摸摸 諸如此一大堆的東西 哎呀 你就上百萬 百萬計的錢 投入下去 好啦 以前就是什麼呢 出了唱片 你博弄唱片就可以了 於是有錢回報回來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大家不買唱片的了 你不買 你問你自己 你多久不買唱片 好啦 你不買唱片 就在網上 就已經下載下來 甚至乎廢話 隨便聽到YouTube就可以了 好啦 沒錢收的 大佬 YouTube給了多少錢 一首歌幾分鐘 不會賺到很多錢的 那你就收回自己的製作 那首歌的 就是那些價錢 以前 還有你有唱片 要做的時候 他就不是說 做十首歌 哇 我拍一首 咦 怎麼中了第二首 那你就發達了 中了第三首 嘩 碰到了 這樣 你起碼一下 對歌 但是呢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是逐首逐首來的 那你的投資少了很多 投資少了很多 就出現什麼問題呢 喂 填詞人 是計逐手逐手 跟你計錢 不是紅了才來 它發達的 不是的 它的版稅都有限的 那 作曲也是 編曲也是 樂隊也是 什麼鬼都是計一首一首計的 不是說你首歌HitD 我多分錢沒有的 過手就有 好啦 於是乎呢 那些的人呢 就因為你做歌少了 整體他們就收入少了 十分之一都不到 好可憐 現在可能剩下2%左右 那你就慘了 於是乎呢 市場上面就淘汰了 不斷淘汰了 沒有一招 所以要轉別的東西 所以 填詞的沒得招 作曲的沒得招 編曲的沒得招 或者做那些 就是 樂手的 都沒得招 就慘了 於是乎就 噗噗噗噗噗噗噗 就淘汰了一批人 淘汰了一批人的時候呢 於是市場越來越萎縮 你的新的歌手出現就更難 以前 你就可以有機會 在唱片那裏呢 拿回部分的收入 現在你拿不到 拿不到的話 你就糟糕了 因為為什麼 幾百萬的投資 有可能是刨灘啊 那你就慘不慘了 所以 這些時候 你看到香港 有一段時間 因為數碼 的出現的話 是突然間 沒有了大梯的歌手 唱片公司 都沒有了新歌手 以前 像陳慧琳也好 一大堆歌手 慢慢支持 一路過來 他們需要慢慢成長 但是因為 他們有一定的形象 有一定的 唱片公司 放一些好歌給他們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他就有機會 彈出來 但是 現在 因為你沒有了這些情況 整個 系統都不同了 就是 你 很難 等於很簡單 那個填詞的人 去耐不了他 唱一首歌 可能他十首歌 一首歌 但是你現在 很久才給他填一首歌 他就很久才有十首 這樣就未必會到你身上 這樣一大件事 以前說 我給你十首歌 全部填 十分之一都可以 通常那個計劃都說 咦 這樣有機會 所以呢 因為這樣 你自自然然 就因為在唱片裡 拿不回你自己的回報 或者根本是輸硬的 這樣就大件事了 現在你要等到他 紅了一首歌之後 或者紅了一堆歌之後 接著就開到這個商品 或者是演唱會 這樣才有錢回來 這樣才有錢回來 有時間等啊 老闆 不停等 拍MV 不用錢啊 你猜 一直要付錢 百萬計的投資 可能一毛錢都收不回來 這樣你就輸到媽媽 不認得了 很多這些歌手 但是如果你沒有 就好像COVID-19之後 沒有了商品演出 哇 他們連小小時候都沒有 這樣就玩完了 所以很大件事的 這樣 那就是你唱片公司 一路一路 歌手少了 那好像Vigo 這些這樣的製作公司 他又沒有那麼多的歌聲 去選擇可以出他的演唱會 於是乎呢 演唱會越來越淡靜 大家都看到了 那當然就是 歌又少也是啦 好了 到了前幾年 有個大特變 什麼特變呢 就是 惡壇實在太死了 死得太厲害了 於是乎呢 這個ViuTV想到 就是我們做這些比賽 就是 《造星》 於是乎呢 就做了這個 《造星1》 《造星2》 諸如此類出來 有了MIRROR 跟著有COLER 之前有ERROR 有了這些新的歌手出來 市場開始好一點 但是 這些歌手 抑不到 好像Vigo 這些這樣的製作公司 為什麼 他們全部簽死了 一簽 可能是十年 甚至乎是二十年的藥 綁到捨死 你基本上 那個artist 是不能動的 好了 他們所有的 就是 經濟活動 或者有可能 得到利益 全部放了下去 這個 電視台的身上 那 你的製作公司 跟以前不同 以前那些歌手 是簽幾年 跟著我自己獨立 獨立出來之後 就會找你的製作人 去合作 現在沒有了 於是乎 大家就鎖死了 你要合作 他就跟你逐個 逐個 逐單跟他談 很難賺到錢 再加上 ViuTV做完之後 就做TVB又做了 他做聲音 又做他的 中年好聲音 於是乎 現在 所謂的新人 其實大量出自什麼 就是出自這個 中年好聲音 聲夢 和這個 ViuTV 的 造聲 這樣 好了 那些平台呢 就變成了自己 捧歌聲 自己搞歌聲 再加上其他 大的唱片公司 來不來又 簽他那些 已經不簽的人 主要處的東西 就形成了一個 壟斷性的新人 那你 這種 經理人的 形式 已經是 慢慢去結構 完成了 以前只是 唱片 現在不是了 簽了整個經理人 那就玩完了 那所有外面的製作公司 就好像類似Vico 這些獨立製作公司 非常之難生存 你只能夠有很少的選擇性 給你 在市場上找找找找找 那些人去幫忙 那再加上 COVID-19 經濟下滑 樓價又大跌 哇 慘了 現在大的歌手 傳統大歌手 幾年才開一次演唱會 都不行 還有一個大的情況 當然之前已經說了 開演唱會 有一筆很重要的資金 就是 商業賺助 沒有了賺助 慘了 或者賺助大跌 錢 你又少了很多 然後還有 為什麼演唱會 賺不到錢 就是因為 中共的經濟都差 中共的經濟差 那怎麼辦 以前有大量的票 我告訴你 是賣了給不同的 有關係的公司 那他們就批給國內的相關公司 就賣回給某些的粉絲 他們很喜歡看香港的演唱會 因為為什麼 在國內 有很多其他奇藍行雜怪的稅 那些演唱會票 賣到數以千計 二三千元都有 所以 價錢是很貴 反而他們覺得 搭飛機下來香港 不如收費 還好 還看什麼 於是那時候 很多人是願意 買機票下來香港 看演唱會 這個是真的 再加上廣東省 都很多人有錢 於是 到時候下來 所以你看到很多 講國語的人 代表什麼省 什麼省 很多 怎麼知道 現在 你知道 中國的環境 比香港還差 又有什麼 窮人餐 諸如此類 他們全部是 消費鋼級 大哥 還看什麼演唱會 玩東西 是不是 YouTube裡面都有 不好意思 他們回到場了 看看其他 其他 這些網上的演唱會 那於是 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 就少了這一批 國內的 就是那些 粉絲的支持 那你沒有了這批 人的話 收費又再減少 所以 經營這個演唱會的人 好像 Vigo你們這樣 為什麼這麼差呢 就是因為 又COVID 又經濟差 又歌聲又少 跟著大陸那邊 又不行 一路一路 但是 個性的費用 或者要求條件 仍然是不差的 再加上 另外場地的費用 沒有減到 所以 他們的製作成本 一路是這麼加上去 但是從來都沒有說 令到他們可以 賺多點錢 所以 為什麼會面對 今天的清盤 我相信是合理的情況 好吧 講回龍亭 龍亭 這個女人 就是出自TVB的 就是 這個 鍾炎號聲音 所以 雖然三隔不日 但是都會成功 因為他在市場上面 是很多聲音的 即是 在黃巨路不停唱 這些 鄧麗君 很多中年的人 或者上年的人 很喜歡龍亭 好了 那TVB現在要說你 那怎麼教你 我相信 對龍亭來說 沒所謂 為什麼 先喝一口 先喝一口 首先 就是 如果講平台來說 其實龍亭呢 我看到他在YouTube裡面 有很多自己的片 他經常都 定時的 開演唱會 就擺自己的片 在那裡 跟粉絲有很密切的關係 養著他的粉絲 所以 我相信 龍亭在香港的粉絲 並不會受什麼影響 因為 他有曝光率 你沒有在TVB 沒有所謂 我有自己的曝光率 我唱一些特別的歌 他喜歡聽龍亭的人 所以 所以 這個 對龍亭來說 不會太過有 嚴重的問題 的損失 這樣 那龍亭 還有一件事 大家就忘記了 他真正的市場 並不是香港 為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 他是2018年到 其實是去到2019年 才頒給他 的 升光大道 中央台升光大道 他是冠軍 大哥 人家是冠軍人馬 只不過 他就真的出道 不夠運 那年去拿冠軍 就很幸運 但是 同時遇到COVID-19 終於整個市場都停了 慘了 過了兩年 又搞其他事情 他已經攤動了 當然沒有人找他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去國內賺錢 但是後來他在香港 撐出名字 於是 在國內 其實他已經有很多的 商品演出 所謂商演 所以他現在的市場 已經是慢慢慢慢移植 回到國內 因為他本身 就是國內人 所以他很容易 適應那個市場 龍亭 他不會太害怕 香港這個問題 你就說我 是不是 我一樣有曝光 我撐住我自己的粉絲 同時 我又可以去 國內登台 這樣 龍亭呢 其實損失不是很大的 那我試過上去 微信 去不同的搜索一下 龍亭和邱阿葵 這個案子 是有的 都有一堆的新聞 是不斷地說的 很多人做這些事 但是 絕對不算是 什麼的大新聞 就是 你千多二千 那樣的點 就是閱讀量 已經算是多 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沒有可能 龍亭的 就是在大陸的市場 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大陸的人 我可以告訴你 每一個人 從小到大都明白 付出自己 甚至乎 自己的肉體 去爭取自己的機會 這是不受鄙視的 我跟你說 大陸人的 意識形態 他們的價值觀 和香港人 是絕對不同的 所以 大家會覺得 人家都是賺錢 有什麼東西 這樣 而且是吃一口而已 對不對 對大陸人來說 這些實在太過小疑惑了 香港人 做很多文章出來 但是 大陸人 不理會 其實以前 都發生過很多次 有很多 强敏事件 或者非禮事件 回到大陸 這些 小疑科 大家都不會理會 所以 龍亭 我相信 他會 在現在開始 就 大量 將他自己的 工作的機會 轉移去中國大陸 那他行不行 他現在還可以去到 相對來說 遠一點的地方 因為國語好 他都不需要去 華南地區 華南地區 那些相對來說 便宜一點的 他都未去到那個階段 幾萬元 唱一晚 他都未去到 他可以去得比較高 遠一點的 所以龍亭 現在還是一定有市場的 我也都相信 在短時間 很難會有什麼 太大的影響 而且這件事情 都會慢慢談 石淡而已 大哥 對大陸人來說 有什麼特別的 大媽春也可以 何況是龍亭 所以大家 如果你會覺得 就是說 龍亭 會有很嚴重的問題 什麼的 我本身 就不是太過同意 我覺得 龍亭 是可以度過 今次的難關的 他可以在大陸的市場 裡面 找到他的生存空間 因為他其實本身 自己都不是很大的開銷 所以唱歌 找到食 我覺得龍亭 已經打開了大陸市場 他絕對是可以的 真的價錢 不是很高的 所以我的基本結論 跟上次差不多 就是 要去經營音樂上面的生意 如果你不是歌手的話 你就需要有足夠的資源 去捧紅一個歌手 在任何一個時代 其實歌手都是一樣的 很多的 但紅的就很少了 你要發掘到有潛質的歌手 又能夠捧紅他 跟著跟他簽很長的合約 跟著跟他六四分 諸如此類的東西 在十幾二十年裡面 總之把所有時間都給他 希望我捧紅他 不紅 第二個這樣 有錢就可以了 因為那裡輸了大堆 所以這個是考驗你的能力 你的眼光 還有你的財力 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今天的生意 在這方面是爛了 所以Vigo這間公司 做不住 也不是太令人覺得驚訝的事情 之前其實都有一些朋友在留言 說這傢伙到處借錢 因為我是做財務公司的 他借到爆倉 怎樣怎樣怎樣 既然有COVID-19 其實有這樣的事情 也都不出的 甚至乎 就是 之前有那些政府擔保的 那些什麼面識貸款 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相信 他都有機會去申請這些貸款 不過他應該員工就不那麼多 未必可以拿到太多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相信 邱阿葵的制約公司 都很難 很難去面對這個疫情 這樣 表面上 他就不出席了 似乎要放棄這樣 差不多了 六十幾歲了 算鬼數 退休 或者你喜歡 就喜歡做KOL 不過他不是很喜歡說話的 所以他不太適合做KOL 我不可以幫到他 是的 等他退休 就是這件事淡了之後 我請他跟我一起聊聊天 跟大家說這件事 為什麼市場會這麼差 是不是可以呢 不知道 是不是他有興趣出來說 好 大家記住 點讚和訂閱 又說多次 又說回事件 好 你有意見 請你留下 希望你可以繼續支持 謝謝 記得點讚和訂閱 拜拜